欢迎回来 10名按摩院业者违反了按摩院法令尚无被控 其中7人无牌经营 据记者吴良祥了解 新按摩院法令实施半年来 超过70名业者提出上诉 要求给予宽限期 恢复新法令实施前的经营时间 新按摩法令3月生效后 拥有4家店铺的这个按摩院集团 必须在晚上10点30分关店 生意因此减少至少三成 业者授寻时说 上诉5个月后 其中一个未到拉时间的店铺 上个月获警方批准 可恢复新法令实施前的 营业到凌晨4点 直到店铺租赁合约明年7月结束为止 很多都不了解 都一直是很害怕 我投资的钱怎么办 所以现在经过商讨 经过政府的考虑 通融现有的按摩场所 可以照现有的住院 到起码为止是比较合理的 我是签配套的 所以我是希望能够过了10点 继续还可以来这边找按摩 因为我通常是过了10点才有空 通常是after running 据了解 上诉是否得职 取决于业者是否有良好的介络 有没有触犯执照条例 以及居民和社区的反馈的 本地约有800家按摩院 新法令旨在打击非法经营和 涉狂的按摩院 另外警方说有10名业者 因违反按摩院法令 上午被控上法庭 他们年龄介于36到74岁 其中4个是女性 警方说10个被告当中有7个是无牌经营的 其中4个还从事卖淫活动 他们都是在今年3月到7月之间 在警方展开的搜查行动中遭取缔的 新传媒新闻记者吴良祥报道